你跟你妈什么时候走 你们还想等什么 安心 我想过要离开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呢 你妈已经被我们赶出这个家了 你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林叔 只要你狠心离开向城阁 向城阁会很快忘记你的 可是你总是这样 在他面前说一些心软的话 你让他怎么能轻易地忘记你 蓝星 你不要逼我好吗 我已经跟向城分手了 我们已经分开了 已经分开了 我要的是你彻彻底底地离开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逼我了好吗 我没有再避免 林叔 我跟向城阁现在在一起工作 我会让他尽快地忘记你 可是如果你还是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面前的话 为了他 我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你怎么做到来 我都会做到来 我都会做到来 你别做到来 如果你都没有 我怎么做的话 你不要做到来 我都没做到来 你最喜欢一饭就行 你必须要做到来 我最爱到你 你必须要做到来 所有的设计都在做呢 等我们喝完咖啡了 一会儿你帮我看一下 我的作品一定要由你来拍照啊 好 是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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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什么话就说 你和向晨真分手了吗 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你回答我对咱们俩都有好处 是 我们分手了 我跟向晨分手了 你满意了吧 老婆 你这创意越来越相反了 是不是因为最近心情好啊 是啊 一工作的时候我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怎么了 你很想看到我难过吗 是因为工作心情好吗 是啊 因为工作的时候就不用想到你 是因为最近对向晨又动心了吧 动心 真是好笑 好 我对向晨哥的感情 一直都没有变过 怎么了这是 不是啊 你这是想打我啊还是想骂我啊 张扬 比起你跟林叔干的那些龌龊的事情 我想我对向晨哥的感情 再纯洁不过了吧 好好保持你们那份纯洁啊 爸 请你签字 张扬 最近你老不在办公室里你在忙什么 没有啊 蓝星她不让你回家 你也就不肯好好地工作了 你最近好像对公司的事情 越来越不关心了 是不是想要换换工作啊 你是 你如果真的想要换别的工作的话 我是不会阻拦你的 你想让我辞职 我老是跟你说吧 我个人呢是觉得你 越来越不适合在酒店里工作了 对了 至于你和蓝星的事情 你们自己解决 我不会参与任何的意见 好吗 我知道了 去吧 好 好 是我 我让你调查张扬的事情怎么样了 嗯 好 好 再多收集一点证据 嗯 辛苦你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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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股东已经答应全面和我们配合了 这是所有的委托书 加上我们之前收了一些小股东的股份 我们现在应该占阳光股份的39%了 39% 那他们呢 邓明权手里面有30% 他家里人加一起不到3% 还有一些小股东 散股东 我都已经跟他们谈过了 他们会保持中意 你确定吗 确定 好 你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等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那总经理的位置肯定非你莫属 谢谢许总 是 是 就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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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张晓 你又有什么事 这是什么 股东授权书 授权书 股东们想召开一个股东大会 什么股东大会 介于最近酒店的经营状况恶化 企业形象急剧下滑 所以大家想更换阳光酒店的董事长 更换董事长 怎么这么突然 突然吗 爸 你在这个位置上待的时间太长了 该晃晃人了 你在说什么 对了 蓝星啊 你不用担心 我会尽快跟他离婚 把离婚手续办好 你准备一下股东大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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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高兴啊 笑笑 张阳 你是不是觉得绝望了 所以你同意跟我离婚 来保留你那一点点可怜的自尊心 是的 我觉得你这么多年欺压我我受不了了 我要起义推翻你 我这么说你信吗 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觉得你对我一点都没用了 而且我一不想看到你了 永远都不想 你在我眼睛里就像一个垃圾垃圾 我也赶紧把它扔了 知道吗 找个时间咱俩把手续办了 好吗 张阳 你这是上哪儿又找了新出路 还是说 又看上哪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了 都不是 我这出路呢 还是你帮我找的 我这出路呢 还是你帮我找的 我要回去过我的天伦之乐 你又不会生孩子 没用 机长啊 赶紧 打电话通知我 我要尽快甩掉你这个垃圾垃圾 我是认真的 浪漫画吧 行李都给你送回来了 行李都给你送回来了 他们什么意思 是不是真要离婚呢 我相信明确他 他应该还是爱我的 他不会同意离婚的 就算他现在还爱你 可是他前妻不都已经住到他们家去了吗 毕竟他们曾经是夫妻还有蓝鑫 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旧情复燃了 有着可能吗 那可说不好 现在两口子夫婚的事多着呢 何况他们还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该怎么办呀 表妮 我该怎么办啊 李晴 你就真的那么爱邓明爵吗 李晴 你就真的那么爱邓明爵吗 你说现在都闹成这个样子了 就算你回到邓家 他们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 要不然 要不然你干脆放弃吧 至少还能保留一点尊严呢 放弃 我真的不是看上他的钱 我也根本不在乎他是个什么 什么董事长 我就想着吧 如果他离开我的话 我这心里边 我就轻受不了 好 虽然说 现在跟林树啊 林依晨啊 佳佳啊 他们在一起还挺热的 可是我每天都会想他 可是我说他真的要离开了我 杨妮 我 不知道活着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怎么办呢 喂 什么 小张 小姐 林权呢 在这边 我 走 走 走 明权 老婆 姐姐先做这个检查 那把你解决了 他怎么会昏过去啊 医生 明权 明权 妈 妈 明权 医生 我儿子他怎么拉 从检查结果看 是干液化 干液化 你说的是干液化 是的 有可能因为长期过度疲劳 或者极度的精神压力造成的 现在情况不太好 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那会怎么样呢 现在情况不太好 病人处于昏迷状态 不是 医生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你们不要着急 我们对病人先观察一段时间 根据病情 有可能进行肝医治 现在病人需要绝对安定 你这个不一体的女人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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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因为你 明月能这样吗 你给我滚 妈 妈 你别生气 我让她走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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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没事的妈 你别怕 我进去看看 一会儿出来啊 等我 奶奶 我来看看邓总 你走 你是来确认我爸能活多久的吧 你误会了 我真的很担心邓总 你有什么资格担心我爸 你给我出去 滚出去啊 我只看一眼 看一眼就走 行吗 你快出去 蓝希 我滚出去啊 行 蓝希 你不要太过分了 邓总也是我的爸爸 虽然我跟他没有任何的选源关系 但是在我心里面 就像是我亲生父亲一样 我对他的感情一点都不比你的少 是吗 你们把我爸骗得这么惨 现在又来猫哭耗子了 林叔 你是不是要跟张阳复合了 蓝希 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少跟我装算了 张阳跟我提出了离婚 除了要跟你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 他怎么做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不管张阳离不离婚 跟我都一点关系没有 跟你没有关系 那佳佳呢 佳佳不是你跟张阳的儿子吗 林叔 我爸就是被你们这些恶心的事情折磨 所以病情才会恶化的 看到你们 他只会更加的神奇 如果我爸有什么善事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李琴 张阳 还有你 你们一个都逃不了干系 林叔 怎么办 林叔 妈 没事 不怕 坐会儿 妈 妈 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树母 是朋友聚会踏亲聚餐的好去处 那么空气呢更是没得说了 如果大家已经厌倦了城市浑浊的空气 那么不妨去亲近一下大自然 谢谢 好 停 可以了 先生辛苦了 好好 来 这边给送清水上来 来 喝水 谢谢 谢谢 休息一下 来 好 咱可以休息一下 我去看一下 喂 喂 湘晨叔叔 我想你了 你怎么都不来找我玩啊 湘晨叔叔最近有点忙 这样吧 现在湘晨叔叔正在录节目 等录完节目我去找你好不好 好 我等你 佳佳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湘晨叔叔啊 舅舅不是说以后不许给他打电话了吗 可是我想湘晨叔叔了 你为什么不让我和他玩啊 佳佳长大就知道了 但是以后不许再打了 听见没有 走 吃饭 金星员 �ossing 凌晨 什么 好 我这就回来 家里出什么事了 家家 我哭着喊又要见乡辰 那你先回去吧 我一人在这儿等 他怎么行的 我担心他还会欺负你 不会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我就想在外面守着他 先回去吧 行吗 不用担心我 快走吧 那我走了 有事赶紧给我来电话 你也早点回来 明觉这么久还没醒过来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好想进去看看他 怎么 你还没走呢 我就是想看到我老公没事 我在 叫得还挺亲热的 你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吗 至少我现在还是他的妻子 而且我就是想进去看看他 妻子 是被赶出去的妻子吧 夏琳这时候我不想再跟你争论什么了 我就看看明觉没事的话 我 我就在这儿守着就行 妈 她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我自己跟妈说 你就干嘛 你 你让我开眼 我 我跟妈说 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你怎么还没走啊 妈 我想看看明觉有没有事 你看 你看什么呀 你想把她气死是不是 妈 妈什么妈 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还好意思来 妈 你也别生气了 我真有事 我先走 回头我再来看 你走吧 好 你赶紧给我走 这个门 你不能进去 我才能不能进去 我才能变得到 你还没进去 你呢 咋 你呢 我咋 你的人 你呢 你呢 李叔 他在睡了吗 我先来看看他 他在睡了吗 我先来看看他 我能见见佳佳吗 他睡了 那明天中午呢 我想他了 向晨 我们俩已经分手了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佳佳 我也不会再让他给你打电话呢 我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 但我跟佳佳是朋友 可他是张杨的孩子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 你一定要这么说 你一定要让我这么难受吗 即便你难受 这些也都是事实 我知道 什么 这什么意思 这么说 近期董事会上 会逼明觉退位 让那个姓徐的接任 是 天哪 怎么会这样呢 难怪哥哥他会 据我了解的情况 这次除了姓徐的 控制股份以外 还有张杨帮助他收购的小股东的股权 再加上一些与我关系一般的股东 都是在张杨的游说下 给出了授权委托书 这次姓徐的做上了董事长的位置 那么总经理的位置也就非张杨莫署了 这个白眼狼 居然反咬一口了 那个姓徐的股权现有多少了 大概接近百分之四十吧 那个姓徐的他有什么来头啊 好像是有国外的资本背景 专门禅食我们这样的企业 再加上这次张杨的帮助 他也就顺权在握了 我真是看错人了 亏得我当初还让他寄成阳光酒店 孙副总你说该怎么办 我和明爵还有蓝星他们的股份 加起来够吗 加在一起也就百分之三十多一点 恐怕比较困难 张杨 张杨 你给我扮蛋 老包 你找我来办离婚手续的吗 张杨 这种事情你也干得出来 你混蛋 别生气 他也是我爸我也很爱他 也很心疼他 但没办法 这只能这样 咱爸身体好吗 我爸是因为你才气成这样的 要是我爸出了什么事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你说 我是特意把咱爸气成这样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怎么都看不上我 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 从头到尾看不上我 他就觉得林书向晨都比我强 我特别不懂啊 所以我得争口气 把他弄成现在这样 我估计等他醒来的时候啊 他已经不再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了 张杨 你就是一条疯狗 你混蛋 亲爱的老婆 你要知道我从一开始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的 是很爱很爱你的 把你捧到手心里 可是你呢 怎么对我的 整天给我脸色卡 三天两头要跟我离婚 为什么 因为那向晨 你稍微做得婉转一点 我还可以再忍你 我可以再忍你两年都行 可是你太过了 你恨不得趴在他床上去 我是你老公 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你这么舒服 早就想当你了 我更想疯狗的是吧 我告诉你 我就算是疯狗也是被你逼的 被你们家人逼的 挺好的 等我当了阳光酒店的总经理之后 我第一件事要办的就是毁了相城 等着你能不能回来 张扬 结婚这么多年 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你把我当林叔一样 不过是利用我 实现你那点肮脏的个人目标 你说我爸看不起你 可我爸已经让你当上了总经理 那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又为阳光做了些什么 我是喜欢小诚哥 可是我们之前纯洁的很 不像你 已经干了这么多我做的事情 张扬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你会得到你应有的抱怨的 你应用手机什么时候办呢 说个底儿啊 你用手机什么时候办呢 你这个 你这个 明明来了 妈呢 妈出去见个朋友 李琪呢 我来得太匆忙没看到她 哥你要不要喝水我给你倒点水 好 请坐 徐总啊 你也知道 阳光酒店是明觉一手创建起来的 这么多年了 都经历了风风雨雨的 我真不希望 能看到现在这样的结果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的董事长也是董事会认命的 你知道 要想管理好一个企业 得按规矩来 邓明觉就太有着自己的情感了 徐总 我理解你的意思 现在阳光酒店由您来控股 我想给您提出一个请求 您说 我真不希望您让张扬 做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如果跟我谈判的话 不是不可以 如果你不想让张扬做这个总经理 那你把你和邓明觉的股份 也转让给我 这样的话 我可以让别人来做这个总经理 什么 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我们就没得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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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护士说她的肝脂数下降了 也能说话了是不是 明明 我能不能去见见她 那你快点出来 妈一会儿就该来了 看见你该不高兴了 谢谢啊 明君 你说五天没有 你担心死我了 放心 我没事的 你呢 他们要不要为难你啊 你不要担心啊 我一定会带你回去 全夜 这时候你还说这事 只要你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才好 知道吗 明明 妈 听说 你哥好多了 妈 妈 妈 明君 妈 你醒了 你来干什么 你又滚出去 妈 你不要这样对她好不好 明君 没事的 我先出去 明明 不好意思啊 没事 姑姑 妈 你说 你来了佳佳怎么办 凌晨看着呢 爸爸怎么样 她好点了 我刚刚还见了她 跟她说上话了呢 奶奶在那边呢 妈 我想跟你说说事 什么事啊 是有关于公司的事 那个孙副总已经见过面了 那个孙副总已经见过面了 公司的事呢 你就不要操心了 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啊 您跟孙副总见过面了 见过 真没想到 张阳大会做出这种事 这个家伙 别问那个姓徐的 收购了我们阳光酒店的股份 说服了股东们 现在 把咱们家所有的股份 加起来都不够 你说怎么办 这股东会马上就要开了 林叔 奶奶刚才说什么 是说张阳把明觉给挤走 自己当上了阳光酒店的总经理吗 这个混蛋 原来咋害死你爸爸 现在又把明觉搞成这样子 真是个畜生 不行 我得要去见解许 明觉 我已经去过了 跟他说没用 我跟他说 除了张阳 谁当总经理都行 可他竟然 让我们交出全部的股份 这个张阳 真是爱 我们这么多年做出了阳光酒店 就这样回到他的手里面 对 cardiac 取消决�� 你让他来整个圣诊 记忆奉 estable 相机 放松 Donald 只要把他送到监狱 ächsk 我就应该这么做 不能放过他 如果你是想来说服我 或者是发脾气的话 请离开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我现在烦着呢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走吧 行吗 你不会忘了这个是什么吧 你有意志记着呢 哪能忘呢 这是你在阳光酒店期间 所有犯罪证据的备份 你想干吗呀 嗯 张阳 阳光酒店总经理的位置 你想都别想 你不配 你也没这个资格 我有没有这资格 不是你说了算的 只要有这个 就是我说的算 行行行 你说了算 那你举报去吧 那你举报去吧 反正呢你举报了以后 邓明觉他也逃不了关系了 可能这些事啊 是邓明觉支持我干的 反正呢 这个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啊 正好是邓明觉 担任总经理的期间 他跑不了 我不当总经理了呗 但是你要想想 邓明觉得在病床上接受调查 这样的话 他的病情可能会更恶化 没准 跟着实际要说拜拜了 对了 我求你了啊 对了 我求你了啊 他现在还是我爸呢 你别那么残忍 行吗 我再告诉你 我去举报 向晨他妈得陪着我一块坐牢 我无所谓的 你看着办吧 我真的 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 跟蓝芯离婚了 我没什么可顾忌的 你去吧 张阳 善恶有报 你早晚会为你犯下的错误后悔的 这话你说了多少回了 我突然想起来你 你说完以后我反正更好了 就像现在一样 要不你再多说几句 你快点过来